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多伦多团队回答 用姜汤洗眼来处理眼睛疾病是温敷的方法之一 非纹症指症的功能紊乱 如踏出体伤或患出体伤所致 所以在用姜汤洗眼之前 建议您应先处理踏出体伤 先按推大开关 即头部原始点 包括耳后骨旁即睁骨下眼 位置必须精准准确 手法必须到位 然后温敷头部 若不见效则再按推换出体伤 即按推眼部周围寻找痛点 然后用温热毛巾温敷换出 最后再用姜汤洗眼 处理问题的顺序如果正确 您的疾病会改善的比较快 请老师补充说明 这个回答非常好 整个程序都讲得很清楚 我觉得很好 没有什么可以补充的 ONE 二 三 两 一 二 30